這次不只是沙烏地 巴西爾總統去完中國大陸之後 也說我們金鑽國家之間 我們是不是以後 也都用我們自己的本幣 來作為交換 當我說 我們需要建立新金錢 我们的一国有支持因为中国美国人中华 太红薪的东西是一件事,一件事 这是学习的事情 一件事 我计划之一 我觉得到一个中国的和中国是两个元素 要是 如果我们移提到该美国马上, Ross перек, 中美国马上,中美国prem,蒋得战争, 是不是,我们需要变成大迪世界主义, 我们需要我们来保存的预充 我们会把中国国家双部位 我们会双入的美国国家 我们需要一个战争的一个移动 巨能的一个战争, 所以这样子对于美元 真的会有更大的冲击吗 还是像老师过去说 虽然有冲击 它只是地位比较小一点 可是还是难以撼动 其实这个事件的起因 应该就是乌尔战争 乌尔战争之后 美国为了制裁数额 就把它踢出去这个SWIT 这个金融交换机制 结果大家都开始警觉到 就是美国现在是以美元作为武器 来打击其他国家 而这个武器 它在过去也曾经几次用到 因此很多国家都开始有戒心了 就是我过去放心地用美元 因为它是一个国际交易媒介 现在居然发现它是一个武器 美国可能可以随时用这个武器来打击我 所以它开始有戒心 在有戒心之下 大家就慢慢就发现就是 如果我能够不要用美元 我有几个好处 一个是我可以避免被美国打击 另外好处就是 美元的价值波动太厉害了 它一下狂升 一下狂跌 结果它的狂升狂跌 让我的经济也跟着受影响 我又会大幅贬值 大幅升值 所以如果我可以将来慢慢地 不用美元来交易 那这样的话 我的风险可以降低很多 不用美元交易 用什么交易 所以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我选择另外一个比较强的国际货币来交易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 我跟我的贸易对手讲好 我们将来就用本身的货币来交易 比如说台湾跟越南交易 我们将来就是台币跟越南盾直接交换 我买你的东西 我付给你越南盾 你买我东西你付给我台币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就避免了美元波动所造成的龙肿的干扰 这就是所谓本币交易 而这本币交易呢 现在慢慢在扩散 我们看到刚才除了巴西之外 有另外好几国家都开始进行本币贸易 而人民币这个部分呢 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他们在买卖石油的时候 他就是要求用人民币来支付这个价格 俄罗斯也同意了 所以很多国家现在开始慢慢地在接受人民币 作为交易媒介 而中国大陆也为此就设了好几个清算所 就在好几个地方设计清算所 就是彼此的贸易呢 不论是用人民币还是用本币 透过这个清算所呢 将来这个双方货币能够在这个地方结清 不会发生这个贸易上的矛盾 这种情况呢 应该会逐渐普遍 但是呢 这个会普遍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应该是有限的 因为到底美元长有以来呢 作为一个国际交易媒介 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了 而且美元之所以被大家接受 不是因为它过去有黄金来支持它 而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呢 国力非常的强大 经济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同时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 非常的健全 所以大家相信这个国家 相信它这种体系 所以相信它的货币 因此愿意使用它 那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任何的其他国家呢 它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在这方面呢 取代美国 所以叶伦最近就发言 他说虽然他知道 美国用美元当武器 已经开始 引发了这种底次的这个后果 可是他觉得 短时间之内是 没有任何国家的货币 可以取代美元 老师因为我觉得 本币交换啊 就是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本币交换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风险 就是万一我交易的国家 例如说是一个 比较弱势的国家 那我拿到它的货币 可是其实这个货币 是不保险的 因为它有可能会 巨幅的变值 那我其实拿回来的钱是少的 所以我在想说 为什么大家会想 用美元交易 或不会也是因为 这个本币 它的汇率 其实稳定性 没有那么的好 当然就是 如果你对某一国家货币 不是很信任的话 你当然不太愿意 接受它的货币 作为交易媒介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说 也许我就用 另外一个货币 比如说用人民币 因为我相信人民币的 这个币值呢 还是相当稳定的 它的币性呢 不是那么差的 所以慢慢可能 我就接受就是 如果我认为这个国家 它的这个币值不稳定 不可靠 我就改用人民币 但是我也不要用美元 因为美元的波动太大了 可是人民币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流动性比较不足 对 而且中国大陆是一个 资本管制的国家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到底它要怎么样去 让更多的人民币流出 国外 让大家使用 这本身是一个难题 而且我们上次 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特里芬难题 就是当你的货币变成国际交易媒介的时候 别人要用你的货币 就必须要向你买东西 所以他买你的东西 你把你的钞票交给他 可是这时候就发生了 你的贸易逆差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都用越来越多的人民币来交易 你就必须要有越来越庞大的贸易逆差来支持他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大贸易逆差的关系 所以到底中国大陆愿不愿意承受这一点 目前还没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对啊 它变成是你最主要跟全球买的货物 大于你卖出的货物 你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够让你的人民币流出去 变成它的交易媒介 所以老师是不是当全球有危机发生的时候 其实让这个美元的地位 其实是更稳固的 对不对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当然就是因为一旦全球发生风险的时候 大家都要找最可靠的资产来避险 通常就是黄金 美元 还有什么货币可以让你避险呢 日元 日元 日元好惨 以前是 对 以前是现在不行 所以当然你没什么选择 所以美元就因为这个缘故 在全球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反而变成大家觉得 比较可以信赖的一个资产 我们在武舍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